大家去日本的時候是不是都會穿和服體驗一下呢? 不過原來現在在台北都可以有和服體驗了 我們今天來到北投這間和服體驗浴衣的租借中心 我們現在立刻問一下老闆究竟我們怎樣可以借到和服呢? 老師你好 你好 我想要請問一下你們這一邊大概有幾套和服? 大概有一百套 一百套喔 原來這裡有加碼有起碼一百套衣服 那這一邊的浴衣或者是和服加起來有幾套? 我們這邊光浴衣的話就有一百套 原來已經有一百套這麼多 那兩者有什麼差別嗎? 浴衣的話它屬於夏季輕便的 那它沒有像和服這種裡面有內臨 那主要是以綿的材質為主 那和服的話就是捲或者是現在有化鮮的 所以大家其實來到北投呢 可以看季節裡面的選合你適合的 因為好像老師這樣說 浴衣是比較適合夏天的 而和服呢因為裡面的內類比較多 所以其實你們冬天來的時候都可以試一下 那如果我是帶著小朋友來 也有適合小朋友的和服呢? 對,我們這邊的話有小朋友的浴衣 那也有小朋友的禮裝 我看到這裡浴衣全部顏色有多 有粉色有很多 真的很想試一下 老師那我可以拿一套來試試看嗎? 可以啊,歡迎 好 那老師我想要問一下那租借的那個流程 大概是要怎麼走? 我們這邊租借的話都是預約 先網路上預約 那我會留時段專門為您服務 對,那這個的話就是當天穿 然後出去玩一整天到晚上六點前回來還就好 那會很貴嗎?我看這一套很漂亮 寓意的話我們是一千五起 然後有幫專人為您著裝 一對一的專人服務真的太重要了 因為老師這裡的和服 由浴衣、小紋、二尺袖、鎮袖通通都有 每一種款式配合的腰帶 又有不同的綁法和適合的配色 如果不是交給專業的來 真的搞不定 來這裡你最需要做的就是想觀望 事先看好喜歡的款式和花式 和老師提前預約 就可以體驗和日本一模一樣的和服穿搭 那你可以也介紹一下這個是什麼 這一件的話它是鎮袖 鎮袖的話就是日本女生 她們在成年禮的時候穿著 好美 袖子超長 大家看看這套是否零四 我其實它的袖子特別長 而且顏色很鮮艷 那老師我可以換這一套嗎 當然可以 謝謝 事不宜遲,我馬上去換衣服吧 試穿和服真的不輕鬆 幸好我還可以放胸等專家幫我操刀 老師不愧是拿到日本專業的和服學院證書 內裡應該露出外衣幾公分才是最漂亮 都有相關的規定 軟的布料怎樣可以變成超挺超直 都會用毛巾幫我固定 怕鎮袖穿起來出去不方便活動 老師就建議我 現在有一款改良式的和服穿髮 很適合我的 我現在身上已經穿好鎮袖 不過我們還未可以出門 因為原來鎮袖有兩種穿法 第一種就是一般穿法 我們看到這裡會配腰帶 然後它的長度會到地板 但今天我就請老師幫我準備了黑金褲 我會穿在下面 這套其實是畢業服 所以是有不同的感覺 我是第一次體驗穿和服 其實這邊會非常緊 因為它綁一次繩 然後又會再加一個腰帶 而且你會看到正確穿和服的穿法 它會把毛巾鋪在你的胸 以及你的腰帶的地方 最主要是要把這一邊 弄得平一點 這樣才是正宗的穿和服的穿法 其實已經加了很多層 所以其實已經沒甚麼感覺了 其實這邊已經感覺到 你個人其實站起來會比較挺 其實不會說很不舒服 或者是無法呼吸 聽老師說畢業服 是比較華麗的服裝 他們在日本的時候 這個文化 是在畢業的時候才會穿的 所以穿了一件畢業服 其實感覺上是比較端莊 而且整件事會感覺上很華麗 大家現在已經來到新北投車站了 大家其實知不知道 北投和新北投其實是兩個不同的車站 如果大家要來到新北投車站的話 就記得要在北投車站下車 然後轉線來到新北投車站 說起北投 大家知不知道為什麼北投會叫北投呢 其實北投是原住民的音譯過來的 而它的意思本身是女巫的意思 那為什麼北投和女巫有關係呢 其實有兩個版本 第一個版本是說北投這裡熱氣沖天 地底也冒上熱氣 原住民心想 一定是有女巫在附近 作法或者施法術 不過第二個版本是完全相反的 當時是說北投有一幫女巫聚集在這裡住 他們為了阻擋這個硫磺泉 硫磺泉會對這個地方不好 所以他們就希望可以在這裡作法祈福 保佑這個地方了 不過到後來其實日本人來到北投的時候 看到為什麼地底也充滿熱氣呢 其實很簡單 是因為這裡也有大大小小的溫泉 而北投最出名的就是硫磺泉 所以以後北投就變成了日本官員 最喜歡來浸溫泉和度假的聖地 我自己在台灣讀書的時候 其實都分不清楚北投和新北投 不過這次穿著這個畢業服來到新北投車站 看到這個古色古香 還有你看看車站裡面 其實它有很多佈置都維持了原本舊有的 但是又有些新的紀念品 我忍不住了 我要去看看有什麼適合我了 北投的發展真的跟溫泉息息相關 當初為了來新北投區浸溫泉的遊客 在1916年起了新北投之線 後來因為要改建節運 1988年就將這條線廢除 老車站都被遷移到漿化 很多年之後 北投人都希望老車站可以回來 移居漿化20年的老車站 終於回家重新組裝 我們現在才有機會看到這座復古的老車站 你看看 這個好可愛 你看這裡原來還有一種印章的明信片 記回香港就對了 而且它很特別的是 裡面附有一個印章 然後你只要把這些木頭組合起來 就會像這樣 超可愛 這個很特別 因為原來這是台灣的舊槍花磁鐵 就是完全不同的感覺 而且它是磁鐵 然後你可以蓋在冰箱上 感覺上又很不同 這裡真的賣很多不同的文青產品 還有這個芒果冰 都超可愛 超可愛 而且它的造工都非常小 好像這面牆 它上面全部都是老古董 或者是那時候的一些明信片 或者是海報 我猜這個應該是那時候的台鐵便當 就是他們的飯盒 還有這邊也有一些比較復古 比較懷舊的商品 來這裡就是一個萬用步 上面就有所有不同的台北景點 在這裡你都可以買到你喜歡的所有手信